接着看著节八百七十五页第八行 八百七十五页第八行 有怨而无形 世民虚怨 则无利宜 这种现象呢 其实也蛮普遍的 古往今来都有 所以学佛的人多 到最后成就的人少 问题就出在这 他那个怨不是真怨 没有真怨 遇到一点点挫折打击诱惑 他就退转了 如是因缘和合 复具怨令 则自然出生善根 你看 要成就一个 殊胜的果报 要具备什么呢 因缘巧妙的 融合在一起 另外还要加上什么 坚定的愿力 这才会有果报出现 果报是什么呢 出生善根 现在众生不是出生善根 我们在出生什么根 说真话 出的都是恶根 哪些是恶根呢 损人利己 自私自利 贪嗔是门 现在小偷骗子多不多 现在骗子太多了 所以我们自己 必须要有智慧 能够辨别 是非善恶 真假利害得失 就我们罗什大师 给我们解释 什么叫善根 坚固善心 身不可拔 乃名根也 这种善心 它只会生善法 只会增长善法 成就善法 而且呢 心里面丝毫的恶法 都不会夹杂 有 毗婆沙论约 善根者 不贪 不会 不吃 一切善法 从此三生 这就讲到 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意念 能够真正做到 不贪 不撑 不吃 其他的善法 怎么样呢 都从它 而陆陆续续的 延伸出来 因为意念 控制 口业 控制 深业的造作 所以念了就讲 事故善 能生 妙果 您能够有 殊胜的善根 就能够将来产生 殊胜的妙果 这个妙果是什么 您将来能够 生到极乐世界去 并复生 余善 众善因将来必定得善果 所以我们呢 学佛 要常常存一个善心 常言说的好 要有 存尽 存善的心 别人怎么对待我 不必在意 关键是要看我 是存什么的心 对待一些众生的 我们要存什么样的心 对待大家呢 就是佛像旁边的一个对联 十个字 所交给我们的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